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庙是河南洛阳的白马寺 它的修建年代是在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六七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当时是印度两位高僧呢 用白马托的经书来到我们中国传播佛教 为了经典白马托经书的功劳 于是就把修好的第一座寺庙请名叫做白马寺 在第二年的时候这两位高僧呢来到了武台山 就在公元六八年的时候 来到武台山之后呢 发现这一地方的山形地貌 与佛祖释迦摩尼在印度修建的灵鳩山非常相似 那所以说回去那边奏请了汉明帝 来武台山修建佛教寺庙 修好的第一座寺庙呢 就起名叫做灵鳩寺 因为当时的武台山呢 有小灵鳩山的一个美业